葬礼新年1月1号凌晨3点 按照习惯,工不佳的大女儿打娃起床升起了火 热上了头一碗母亲准备好了的叫做枪锅的青柯酒粥 先要供奉佛刊 再把热粥一一端到一家人的床头 这是个在西藏的农区里经常可以见到的大家庭 爷爷,奶奶,工不夫妇,还有他们的七个孩子 一共11口人 我住进工不家里 一边和家人共同生活 一边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 热腾腾的枪锅化解着一年的辛劳 温暖了寒夜中的身体 趁着微醉再舒舒舒服服地补上一觉 早上睁开眼 公布一家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早上睁开眼 不一切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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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